这里我就推荐一个 就算不会写代码 甚至是在花费最短的时间和金钱内 也能设计出一个精能的网页的平台 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果在不写代码的情况下 也能设计出一个适合设计师的网页 不管你是网页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时装设计师 纹身设计师 产品设计师等等 也不管你是在打工 或者是一位自雇人士 还是一个freelancer 你都会需要到一个网站 来推广你的事业和作品 因为一个吸引人的网页 绝对可以让一个 不论是你的顾客或者是雇主 比较放心地雇佣你 或者是和你合作 或者是把生意介绍给你 通过网站 他们可以知道你的成绩 你的作品 甚至是你的设计风格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写代码 所以这里我就推荐一个 就算不会写代码 甚至是在花费最短的时间和金钱内 也能设计出一个精能网页的平台 它就是Wix 我会把Wix的官方网页的连接 换在下面的说明文 点击来看就会到达我们 等下会去到的页面了 当你点击了说明文的连接过后 你就可以到达这个页面了 首先我们按get started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请到side out这里 然后填写你的email password 然后按set out 填写完后 你就会到达这个页面 然后呢 在这边你就可以选择适合 你玩页的种类 这一集我们会介绍的是designer 所以我点击designer 你可以选择使用Wix ADI 或者是使用Wix Stamper 来设计你的玩页 简单来说 Wix Stamper有提供3000种的模板 来让你选择 在这里你可以找寻适合你的网页 当你看上这个template过后 你可以按view或者是edit 所有的网页template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适合你的话 你只要按edit 订阅 然后再到这边进行更改就可以了 更改完后 只要按publish 填写你要的网页的名字 或者是你有自己的网纸的话 你可以选择填写自己的网纸 然后再按save and continue就行了 而Wix ADI 你只要填写一些基本的资料 这个Wix ADI 就会帮你设计出 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网页 然后再做一些小小的更改就可以了 更改过后 只要按publish 然后写上你要的名字 然后再按publish and continue就行了 在完成更改过后 你就可以上传这网络世界了 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最后我要补充一个比较实用的tips 这个Wix设计出来的网页 除了可以在电脑或者是平板电脑上面看到之外 它也适合在手机上面游览 是不是觉得很容易呢 除了设计网页之外 Wix还有提供很多可以吸引眼球的网页的功能 当你学习这些技巧并应用在你的网页过后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网页就会比没有使用这些技巧的人 来得更加有吸引力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Wix网页设计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以上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3号TV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让我为你设计网页的话 请你email我 那么我是3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